圣经是一间神圣图书馆 没错 它不只是一本书 而是神圣书籍的集合 事实上只是许多作者写下的历史记录的合集 不止如此 这个经文中的文字是神集与活在约西元前四千年 到大约西元九十五年之间的人们的启示 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有很多可以说的事情 圣经依照神透过他的仆人显示真理的模式 集合了神圣写作 虽然里面有许多好的忠告 但他整部的重点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九月预告了他的来临 并且详细记载神子明的历史 新约则记录他的诞生 传道生命死亡以及复活 当中也描述了耶稣基督组织他的教会的方式 并召唤他的仆人传播他的福音 但等一等 不是摩尔门教吗 他们也相信圣经吗 嗯 就和其他基督徒一样 事实上就像所有的基督徒 摩尔门教徒珍惜实戒 相信巴弗 也分享他的教导 他们也喜爱其他经文里的神的话语 但是这只是五千年来 神对我们说的话的开始 还有更多你可以探索的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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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